不管是小羊排或是烤生蠔 还是蛋糕甜点 每道料理看起来香嫩可口 特别的是 这次主厨还在每道料理当中 加入了咖啡来调味 让料理呈现不一样的口感 利用我们一般西方的 那个异国文化的料理 然后搭配咖啡 咖啡的一个特殊的口感 那加入到我们的 平常一般传统西式料理当中 它在味觉的丰富感方面 会比较多层次 再来我们咖啡里面有含一种特殊的丹磷酸 它对于我们肉类跟海鲜的一个软化 跟去除异味的这个部分 它有很大的功效 主厨表示适量的咖啡因 不仅可以减轻肌肉疲劳 也有利尿作用 因此这次是特别推出了咖啡美食宴 像是这道蓝莓咖啡蛋 主厨以咖啡水淹泡中药蛋入味 并且用蓝莓咖啡酱加以调味 风味独特 用那个中药机能蛋 中药机能蛋之后 先烹煮到八分熟 变成糖心蛋之后呢 我们再用那个我们特调的一个咖啡水 加一点点咖啡酒的部分 然后再去浸泡 浸泡24小时之后 就变成我们的黄金咖啡蛋 然后再搭配一个蓝莓咖啡酱 除了推出咖啡美食上宴 清新温泉饭店在三月份 还推出了宠爱女士优惠专案 只要年满20岁的女性朋友前来用餐 都有八八折的优惠 餐点还不错 房间风景好 风景很好 很优雅 还蛮时善又优雅的 尤其是在三月平日的部分 星期一到星期五的午餐晚餐 我们还是针对女孩子 有做八八折的优惠活动 致力提升服务品质 加上美季推出创意料理 让台中清新温泉饭店 培养了忠实粉丝 因此虽然是平日也 新许多民众到这里来用餐 享受悠闲惬意的生活 接下来秋风台中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